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通报一下 最近邮票的市场行情 特别是中国邮票的市场行情 那么过去呢 我一直以为呢 这个邮票啊 评级了以后 他们在评级的邮票上面会有一种爆炒的行为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一种炒作行为 那么最近呢 我在新浪收藏上面看到赵雍拍卖的结果 他说啊 就是从今年3月12日 那么这个邮票的行情还是跟以往一样 就是比较普通的 但是到了3月23日 仅仅只有两个星期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段国内正在疫情爆发 然后就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这个邮票行情也出现了一种爆发的行情 为什么说是爆发的行情呢 因为以前一般我们讲邮票上涨 他都是渐进性的 就是比方说一个星期一个月 这样慢慢涨上来 而这次他是在两个星期之内突然一下暴涨了起来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那个这个是在赵雍热线上 或者说是新浪网上爆出来的 那个邮票突然暴涨的那个行情 他说啊 在那个2022年3月12号 一枚全品项的奔马小行章是差不多4600成交 然后到3月23日也就是过了11天 同样是这样一枚那个奔马小行章 他以8640元成交 那么他超过了 或者说是差不多就是翻了一倍 那么是不是个别行情呢 也不是 然后再看一下 这是长城加制 长城加制3月14号成交是4158 然后到了3月20号23号成交是8424元 也差不多是应该说是涨了一倍了 然后那个荷花 他在3月14号 他的成交是2214元 而后到3月23号 他一下子涨到了4968 也超过了一倍以上 那么从小爱科学 实际上我是差不多几个月前 刚刚买了大概也就差不多1000块奥币吧 差不多根据现在行情也就4500到5000之间吧 那么他呢 说是在3月14号成交的是7668元 而后在3月22号 他的成交达到了17490元 这整整整涨了2.28倍 这是从小二科学 那么同样他们有两个是评级的 一个是2.21万成交 而同样分数的 他说是1.1万元成交 这是在一个月之前的 同样大家都是评级的 实际上跟刚才来比较的话 那么评级稍微高了一点点 因为他这里是评级之前是7000多 而评级以后是1万7000多 对不起 他是涨幅以后是1万7000多 而评级以后他是1万1和2万2 那么这个是因为评级的关系 那么同样长城加制 长城加制 他是1万4成交的 这个呢在3月 他那个裸票成交是8000 那么这里我以为还是有那个炒作的成分了 那么同样长城 那个那个公路 公路桥 公路桥的话 那么他说 这一枚公路桥 三天前成交的一枚是4400 而他那个评级的是1.94万 这个差的太远了 那么实际上按照我的看法的话 实际上这两枚评级不评级 我看这个没有评级的 实际上他也是相当好的一枚邮票 那么 这他主要是区别在于两枚邮票 一个是评级了 一个是没有评级了 这个评级是2.92万 这个没有评级的 在五天之前成交的 是所谓他这个五天成交 那么是要看他这个公布的了 那么这个是只有9000多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9000多也是创纪录了 那么同样这两枚 一个是4000多 一个这是在暴涨之前 是4050 那么暴涨以后就变成了14300 涨了三倍 那么我就感到非常的惊奇 那么问题是 是不是仅仅是个别现象呢 所以我又看了一下他另外一次 那个赵勇热线 那么他像这种有版明的 他成交是6.6万 那个是牡丹 这个是带鞭子的 是那个蝴蝶 他的成交是5.6万 相当贵啊 这个文二他成交是4.95万 这是暴涨 这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因为我记得我去年卖掉过一套文二 也就是4000多了 那么他这个要4万9500了 那么同样我还看到下面 他有一个评级的文二 这个是评级的文二 他成交是4.68万 也就是说这个评级的 还不如这个裸票 就是说没有评级的文二 这个是4.95万 东方成交是3.27万 那个开国 那个庆典 那个是2.31万 这个离谱了 这个中美小行商应该本来 他就是比较贵 现在成交是2.54万 也是相当贵了 这都是一些暴涨的行情 这个要成交10万了 这个开玩笑了 六方年了 这个是文五 都是评级后做的 他的最终成交价是4.79万 也就是说他这个行情 不是一下子 那个在个别有票上反映出来的 实际上他全面暴涨 所以全面暴涨 你像他那个东方成交单媒的是3.69万 这个加字 他说成交是2.92万 简直我们有一点说是很难看懂 就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一回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枚梅兰芳的 这个梅兰芳 他说22分无边尺的 5尺的 是成交5.61万 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奇怪 怎么会一下暴涨那么多 那么是不是或者说这仅仅是大陆的情况 然后这一次我就看了一下我们澳洲的拍卖 那么澳洲拍卖这是普五十万 他成交这是旧票成交八十 然后他这里是一些文革的油票 这个成交一千三 这个是菊花 他那个是首日风 他成交是一千三 这个金丝侯成交一百五 黄山成交一千三 这些都首日风 然后这个第二届全运会 他成交是一千八 那么这枚邮票他放了很长时间了 放一千九百 一千的或者是九百的澳币 然而这次成交是九百 那么我再看了一下 他那个小行张科学大会 科学大会过去我们差不多在五百澳币 那么这次成交是一千 也就是加倍了 奔马成交一千 工艺美术成交四百七十五 公路成交是四百五十 然后像这个文革这些都是旧票 大多都是旧票 或者说一些许多乱七八糟的 他成交是一千八 那么这些这个成交是两千三 那当然他有许多别的 这个成交是五千 那实际上他就是那个N当头编号票 那么这有三三个那个是石济峰 但是这个石济峰我并不太看好 因为他只有寄出的没有到达的戳 那么他成交是一千八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来看 那么他这个大陆 他这个行情暴涨 那么我认为他不单单是在大陆造成的影响 实际上到澳洲同一时期 同一时段 他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行情 那么我做这个视频 希望给大家对目前邮票市场做一个参考 那么至于清代邮票和民国邮票到底怎么样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资料 等今后有新的资料了 我再和大家通报 谢谢大家